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今天天气很漂亮 其实现在很冷 只有几度 这几天突然很冷 我现在身处在Metro Town中心 因为这一边已经是Sky Train站 Metro Town的站 然后对面就是Metro Town的墓 身后就是Crystal墓 Metro Town其实已经有很多新建筑 这条街 你看到很多Commercial在下面 有些食肆 韩国餐 有些蛋糕店 有些convenience store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生活 如果要买东西 其实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再买多些东西 那可能你要去supermarket 但这边其实很多人住 你都见到很多人在街上走 是很繁荣的这边 我今天有个新名单要介绍给大家 是一个一房的单位 就是在Maywood on the Park 几年前买过pre-sale的 其实就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 就是隔了这一栋 后面那一栋 其实是上一年才收楼 所以这个unit 其实是很新的 一年都未够 现在我的seller 就打算放卖出来 它之前就是出租的 它这个单位是有462尺 有一个locker 一个parking 其实就是很足够一个single 或者couple去用的 或者投资者都很好 因为这边租金是非常好的 如果这个单位 可能大概你可以租到2300元 所以如果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继续看看unit 其实是有多么齐全的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门口 就是这个单位 刚才说过 一房的 它有462尺 虽然它的size 就不是很大 但大家进去看了之后 就知道它应有尽有 有需要的东西 它都有在 所以可以带大家进去看看 首先 这个门口位 它有少少foyer 这一边 其实这个corner 可以用来放鞋架 你就可以有个位置脱鞋 穿鞋 不少得的 当然有个closet位 它就有这一边 在做closet位 可以挂衣服 加个架 放鞋也可以 然后就会有一个stack up的washer and dryer 在这边 然后转右进到这边 就是一个kitchen 它这个Maywood on the Park 其实每个单位都有一个island 无论你是大或者小 所以这个400多尺的单位 它加上这个island 就是当了一个dining area 因为它打算是一个 或者最多两个人住 就可以坐在这个island 吃饭 所以是很好的 它的充满很足够 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厨房 厨房这里 一开就是冰箱和冰箱在下面 你看到这里 一路掃下去就是countertop 然后升 然后有些柜 柜柜 柜柜都可以 你看到 有四个 1 2 3 4 可以放东西 然后这里就可以洗碗 洗碗机就会在这里 然后洗碗机之后 其实这里也很细心地 包了这些垃圾桶 或者是recycling bin 这样就好好利用空间 那煮食炉方面 就是会在一个四头的gas炉 然后加一个oven 左右都会有充满 你看到它这些 还会加上这个 可以用来organizer 用来放叉刀就会更方便 然后island 这边 其实前后 它也有很大的充满 所以如果你要放煲 可能就在这些位置 那这个island 是通窗的 所以可以前后坐 如果你真的有两个人来吃饭 就这样对着吃饭 然后这边也有充满 一个来这边 其实已经是living area 你会看到它的阔度很足够 就是比起如果大家有看过的影片 pre-sale那些 就算是一房两房可能的位置 是在这里的 但是它现在是阔到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这个一房单位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住 是很舒服的 你会看到它的distance 其实是很足够的 如果你真的要加一张dining table 你觉得island 不够 其实两个三seater 这样的l型 你可以加一个长条型的dining table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living area 其实是很大的 加上我也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balcony 这个balcony 现在我们看向北面的 这个单位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雪山 也看到的view是很open 你看到所有高楼大厦 都不是太近的 然后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 这个balcony 其实 算是这样的 它整个厅的阔度 所以很长 你要放一个椅子 喝东西 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听一下 没什么声音 其实关上窗后 它虽然是对着sky train 但是它不是第一排 如果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看到 金色的gold house 和这个 其实也是同一个发展商 它叫silver 它这两栋 就是完全挨住sky train站 就算你是投资 或者自住的人 住在里面 都是吵点 我们现在是叫step back 所以没那么吵 但是如果走去sky train站 可能也是多一两分钟 所以如果你打算投资 或者自住 这一座 我会觉得好些 进来这个 一屋 它的尺寸 尺寸也不错 你看到 发展商 已经做了一些组合柜 在这里 就叫做fix了床的尺寸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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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些pot light 更加光亮 然后它上面的组合柜 就可以用来安装 其他有三个这些尺寸 所以 Storage 来说 可能挂位那些少一点 但是摺衫的位置就大 即是它有两个这些 挂衫位 挂衫位 然后上面 还可以放一些 不是经常拿的东西 在上面 下面这个 就当作是side table 你可以用来充电 用来充电 这样 晚上睡觉 还有下面有多个位置 用来摆东西 加上这个窗 其实也算是大 看回北面那边 所以也光亮 然后这个floor plan 其实另外一个好 就是它是一个套房的设计 即是你直接可以进来 这个洗手间 这道门 其实是通过正门 所以如果客人来 有客人来 去厕所 可能在这边进去 但如果你晚上睡觉 就在这边可以进去洗手间 另外那个feature 它有 就是它有地暖 所以现在的地下 是暖粒粒 你看到它其实 所有东西都做得很仔细 然后它也有这个 medicine cabinet 可以放的 这边就会有 shower 和一个 bath tub 如果你要浸浴就可以 如果不然 shower 它就包了几个头的 shower 给你了 有 fix 了 和拿下来 所以我就说 这个单位 虽然是463尺 比较小的 one bedroom 但是它应有尽有 就是你有需要 它也包了 即是地暖这些 其实可能很多 比较高级的 condo 才会有 但是它也包了给你 好了 整个单位 已经展示了给大家 我可以展示 个amenities 给大家看 现在我在amenities 的门口 其实跟那个lobby 那层 就是ground floor 可以展示给大家 看看 其实它里面 有些什么amenities 这边其实 有个乒乓桌 也有个梳化 那些位置 有个电视机 有个小小的桌 在这里 给你可能读书 那样的 亦都可以在这边 出去 那个outdoor space 它这里的outdoor space 有些什么 就是有得坐 有个fire plate 然后也有个barbeque 那就是说 如果夏天 你可以订了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开party 小朋友生日会也好 你自己生日会也好 你自己生日会也好 那就有个outdoor space 在这里 那除了这一边 另外一边其实也有些椅 有些椅 在这里 不过有人在这里 就不要认了 我们可以过去 其实有个gym 还有它很方便 这个建议 是每一个门 都是这样wave 出入的就是wave 所以你就不用触摸 就是这样wave 然后就wave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边就会是gym 这个gym 你看到就是有些 跑步机 这些wave 那你就可以对着 镜子在这里做运动 那现在显示好 那些秘密 现在可以展示一下 它的parking 给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我就在一个p1那里 p1主要是visitor parking 这里整层都是的 所以见到如果你有朋友 来探你 其实不用拍在街 因为街的那些 其实现在开始要钱了 所以就拍在visitor 如果你给了进来 就可以有很多朋友 可以来探你 或者一起用个amenity 那边也有些 EV Charging Station 如果是visitor 需要充电车 其实这里也有三个位 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那大厦那些 和unit资料 就分享了给大家 那我现在可以 和大家 准备一些资料 那已经带大家看了整个unit 和建议的那些amenity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新的listing 它的开价 它的开价是59.9万 尺寸是462尺 管理费大概是240元 这个单位 因为它的location 在Heart of Metrotown 非常接近Metrotown Crystal Mall 以及Skytrain Station 所以非常方便 亦都很适合 Single 或是一个couple 在这里住 或者如果你是 在找投资的unit 这个unit也是非常好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 有兴趣 或者想多多些 Metrotown这边楼盘的资讯 都可以随时WhatsApp我 希望大家喜欢我 今天这条影片 喜欢我 按个like share出去给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铃铛 我将来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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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